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游时谈 最近美国确实是很不消停 这两天又出来好几期枪击案 一起接一期的是没完没了 首先是前天30号 在佛州街头有四名枪手扫射人群 造成十人受伤 两个人现在是生命垂危 另外一起是31号 就是昨天在内布拉斯加州 有一名男子拿的AR15 在商场里开枪 最后被警察当场击毙 还有一起是第三起 又是跟警察有关的一个案子 在洛杉矶 警察就是对一个坐轮椅的 一个持刀男子 就连开十枪 也是当场击毙 你看现在孟非斯警察 群殴打死人的事情还没完 又出来一起警察 又打死了一名非裔男子 估计看起来可能还得游行 好我们先来说第一起 发生在内布拉斯加州的 商场里面的一个枪案 事情发生在31号下午 一名手持AR15 这是攻击性很强的一个步枪 说同时还带了大量的弹药 这个男子在内布拉斯加州 叫奥马哈的一家Target 商场里面开枪 最后被赶到现场的警方警察 当场击毙 根据警方的消息 说这位嫌疑人是一名白人男子 年龄大概是30多岁 进入Target之后 就在店里面连开竖枪 后来被警察赶到的警察击毙了 目前这个案件还在调查中 由于开枪男子已经死了 所以说很多事情也不太明确 至于这个人冲进Target 是不是有特定的目标 现在目前还没有答案 不过警方根据现场的调查 找到的证据来看 看来这又是一个亡命之徒 说他带了一把AR15的步枪 以及13个以上堂的代价 你说这要不是当场击毙 后果也是不堪想象 现在目前根据媒体的报道 没有提到任何人员的伤亡 那么估计这起案件 有可能是应该还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索性吧 这是其中的一件 第一件 第二起案件是发生在佛州的 一个叫Lakeland 一个小镇 是在30号周一下午3点多 说一辆蓝色的日产汽车 开着车开到一个十字入口 车里的人突然摇下了四面车窗 车里四个人就拿了枪 向路上的大街上的人群扫射 这都是什么人 最后造成10人受伤 说有两个人情况比较严重 生命垂危 其他八个人没有生命危险 现在说根据警方的通报 这10名伤者全部都是男性 而且年龄都在20岁到35岁之间 也都是年轻人 案件发生之后 嫌犯了快速逃离了现场 警方的通报说 枪手可能蒙面 蒙面扫射 这看起来怎么那么像 好莱坞大片里面的情景 这是美国的好莱坞 你知道美国为什么好莱坞 能够派出那么大片来 来源于生活 我们中国的导演 你看打死他都派不出来 因为他没看见过 所以警方认为 说是蒙面扫射 可能这起枪案应该说 嫌犯应该是锁定的 特定目标发动的袭击 所以说认为这起案件 应该不是随即作案 所以也呼吁大众 无需过度恐慌 没事不是针对你们的 但是这也挺恐怖 万一你走在街上 是不是 另外说警方在调查的过程中 还在现场发现了 大批的麻麻 知道吧 黑锡的麻麻 怀疑说这起案件 可能跟毒品交易案有关 但是后来根据报道 说这起案件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幸运的 说后来看了监控录像 如果说案件早发生一分钟 可能后果又比较严重 因为就在一分钟之前 刚有一辆校车 正好是下午可能放学的时间点 刚有一辆校车从这里进过 而且还在就在附近的一个站点 有学生下车 如果你要是发生在一分钟之前 那对孩子产生影响 可能就不知道了 那么现在到目前为止 这个车里的嫌犯一个都没抓住 这个警方正在追查这辆汽车 而且他说晚上加强巡逻警力 防止帮派相互之间可能报复 估计这起案件应该是一起 跟黑帮有关的事件 太吓人了 所以说拍电影还是要有灵感的 好 第三起案件是发生在洛杉矶 这起案件是一名警察连开十枪 击毙了一名 说是坐轮椅的持刀飞衣男子 这名男子是截肢的 没有下肢坐轮椅的一个残疾人 说是36岁 事情是发生在1月26号下午 说在洛杉矶的亨廷顿公园 当地的警方接到报案 说有一名涉嫌 无辜刺伤他人的一个男子 警察接到报案以后 就赶到了现场 当时有两名警察是先到的 然后他们就采取了 用电击枪来制服他 结果打了两枪都没制服住 我也不知道是 美国的电击枪不太好用 还是因为美国的非洲裔的兄弟们 他们身体素质比较好 因为好几次了 警察用电击枪 好像打在非洲裔兄弟们身上 好像不起作用 好几次了 你打完以后还跑的 可能已经免疫了 就在警察打了两枪 没有制服他之后 这名男子突然 他就跳下了轮椅 你可以也听梦 没有下肢 他还跳下了轮椅 手里还拿了一把刀 说这个刀还扔向警察 小李飞刀 这也挺恐怖 然后就试图想逃跑 就在这个时候 你也巧了 第三个增援的警察 正好赶到了现场 下车以后一看 这个情况非常紧急 对着男子就碰碰碰碰碰 就连续开了时间 当场把人给打死了 你说现在 蒙菲斯的警察打死人的情况 还没有消停 还在游行 不断的在示威 现在你看 又来了这么一期案件 这期案件 因为当时警察在办案的时候 没有佩戴随身的摄像仪 所以说没有监控 然后附近的监控 目前也没有公开 不知道有没有拍到 所以说具体的案情到底是什么样 现在目前我们听到的 还只有警方 单方面的说法 所以说这种事件 如果说要是没有摄像 没有摄像仪留下视频 就很难说得清楚 现在这名被击毙的男子 他母亲 在30号召开了一个记者会 要求警方说 你们必须得给我们一个交代 质疑警察 说你们为什么要对 我儿子已经截肢的这么一个残疾人 采用那么过度的武力 你们一定要给我们家属一个答案 而且他母亲认为 警察在开枪的过程中 连开那么多枪 说你们这个行为就相当于谋杀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基本的情况 另外这里面还有一个消息 说媒体采访了他的一个家属 说这名被击毙的男子 家里有两个孩子 之前是曾经在德州 估计之前是生活在德州 在德州的时候 就跟警察发生过争执 导致下半身受伤 就是被截肢了 截肢之后 他就跟他的母亲同住 据他母亲说 案发当天 说他儿子是去快菜店的 结果就发生了这个情况 估计这中间是不是跟 别人发生了争执 是不是对别人产生了威胁 所以才报警 警方到了现场 那么情况大概就是这样的 至于现在警察 到底是不是属于执法过渡 现在很难说 目前也没有披露 说在警察开枪之前 这个人到底跟其他人 发生了什么样的冲突 有没有刺伤其他人都不清楚 但是如果要是真的 像警方描述的那样 如果你要是在跟警方的对峙中 你拿刀飞向警察 这在美国的话 那肯定 警察毫无疑问 他肯定是会开枪的 至于究竟该不开开始枪 这个呢 就需要有专业的人来解读了 是不是啊 目前啊 涉案的这个几位警察 已经呢 被停止了 下令休假 暂时还没有受到处分 好 就是这个业绩期案件 就是 我们再看一看吧 这个案件会不会又跟这个 蒙菲斯的案件给串联起来 不知道 现在 但是呢 在这里啊 我们确实要提醒一下 就在美国啊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你见到警察 不要跑 如果你没有犯什么大罪 你为什么要跑呢 是不是 第二个 千万不要对警察 做出那种攻击性的动作 因为美国的警察都是有枪的 他真开枪啊 而且呢 你知道这个人呢 当人在紧张的时候 那这心跳一加快 手指的动作就 就不好控制了 所以你就开了十枪还是八枪啊 估计他有时候也不是故意的 这个确实不好说啊 警察也害怕呀 是不是啊 你这飞刀碰到了小李飞刀 你说这一到射身上 这也挺糟糕 所以说啊 在美国啊 还是千万不要跟警察对抗 你要是没做亏心事 美国的警察呢 我觉得基本上还是比较客气的 好 那么说了三起啊 比较沉重的案件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起轻松的吧 缓解缓解啊 也是跟警察有关啊 跟警察办案有关的 说前两天啊 在新泽西 警察呢 逮捕了两名男子 什么罪呢 是因为啊 他们在一栋房子里面啊 进行斗鸡 被抓了 大家小心了啊 有没有爱斗鸡的 小心把你抓起来 说当地警方呢 接到匿名举报啊 说有一栋房子里面 饲养情类啊 养的是什么呢 用于格斗的情类 养的就是那个斗鸡的鸡 警方接到举报之后 就突击搜查了这套房子 结果呢 在房子里面 在屋里面 说是养了好几十只 公鸡 必须是得公鸡啊 才能斗 以及啊 用于训练攻击战斗的设备 战斗机 攻击中的战斗机 另外呢 说还有十多只 其他的情类 而且呢 说屋里的这个卫生环境啊 说极差 极不卫生 而且同时还发现了 说不同腐烂阶段的这个死鸟 你说这个环境确实不好 另外呢 说警方还解救了两只狗 五只兔子和几只猫 这不知道啊 这房子里面也挺神奇啊 养了那么多动物 所以呢 警方就逮捕了这房子的两名负责人 一个81岁 一个呢 是49岁 两个人 两个人呢 现在被控说三级饲养 以及以打架为目的的训练活动物 大家小心了啊 以打架为目的的训练动物 你有没有 赶紧对号入座 自我检查一下 看看自己家里的鱼缸 你有没有以打架为目的的训练鲸鱼 小心被抓起来 最近啊 美国的智库啊 美国的一家智库跟加拿大的一个智库啊 联合的做了调查啊 公布了一份新的报告 说是2022年啊 人类自由指数啊 在全球165个国家中啊 排名第一的啊 最自由的国家是哪一个啊 最不自由的国家啊 又是哪一个啊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数据呢 说是根据啊 个人自由度跟经济自由度进行了综合的评分 啊 说个人自由包括啊 法治安全身份认同啊 选择伴侣的自由啊 然后行动自由 言论自由 宗教自由 集会自由等等啊 这样的一些项目啊 然后经济自由呢 包括啊 说个人做经济决定的自由 比如你这银行里的钱能不能自由流动啊 啊 等等 好 那么我们来看啊 2022全球人类自由度啊 排名第一的 说依然是瑞士啊 这里面写的依然是啊 那么就说明啊 瑞士已经不止一年了 应该啊 瑞士啊 确实是各方面啊 在评比中排名都是比较靠前的 哎 一个好地方啊 好 接下来呢 分别是第二新西兰 第三爱山尼亚 第四啊 丹曼 第五爱尔兰 第六瑞典 第七冰岛 第八芬兰 第九荷兰 第十卢森堡 哎 你看哈 大部分都是欧洲国家啊 哎 北欧还挺多 好几个 啊 说加拿大呢 是因为2022年新冠疫情的限制 啊 从上一次排名的第九名啊 这次呢 掉到了第十三名啊 美国呢 好像也掉了六七位吧 好像 今年排在第二十三名 全世界最不自由的五个国家 大家猜是那五个 叙利亚 叙利亚排名倒数第一啊 然后倒数第二是野门 倒数第三 委内瑞拉 倒数第四 伊朗 倒数第五 埃及 哎 这倒数 前五名 哎 我查了半天 没有查到朝鲜啊 North Korea 都没有查到 哎 不知道怎么没有北朝鲜啊 说北朝鲜不跟你们玩 我们不是地球上的国家 然后呢 俄罗斯 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国家 俄罗斯是一百一十九 来 我们中国排在第几 大家猜一猜 排名第152 总共165个国家啊 中国被排在了152 说得分是5.22分 满分 10分 看起来不及格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哎 另外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排名啊 中国香港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 34 排在第34名 7.60分 好 那么其他的啊 一些主要国家排名啊 我们再来大概的看一下啊 日本排在第16位啊 德国18 英国20 韩国30 法国42 阿根廷74 南非77 巴西80 乌克兰89 印度112 尼日利亚124 土耳其130 沙特阿 阿拉伯159 哎 你看并不是钱多就更自由的啊 沙特 你看 挺 挺有钱的国家 啊 排在159 你看 倒数前十 呵呵呵 啊 说这份报告指出啊 受疫情影响 从2019年到2020年 全球94% 全球94.3%的人口 失去了自由 说自由度下滑 79% 啊 这也也是可以理解啊 因为那是特殊情况 是不是啊 说全世界自由度最高的地区 是西欧 北美 北美 和大洋洲 自由度水平最低的地区 是中东 北非 以及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啊 还有呢 是南亚 啊 这个呢 就是这篇报告啊 里面的内容 其实呢 我觉得啊 这个 关于这个自由度的问题啊 其实是一个伪命题 呵呵呵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虚的 啊 这些数据啊 各项指标 各项数据 你说它有道理吗 哎 确实也有啊 从普遍来讲啊 确实啊 可以有那么一个标准 但是呢 我觉得人啊 人类的自由度 我觉得一个人归根结底 啊 人是不是自由啊 其实还是来自于人的内心 如果说 你的内心感觉到自由了 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自由 你说啊 人家朝鲜 不自由 人家都不在你的这个自由榜上 你说人家不自由 人家说我都不跟你玩 你看我们多自由啊 我们多逍遥 自由的在这个地球上 我们存在于国际秩序之外 你说它自由吗 这个东西啊 你怎么说呢 是不是 没准朝鲜人 还认为他们挺自由的呢 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 你就不好判断 你知道吗 啊 其实自由这个问题啊 确实是挺复杂的 自由到底是什么 啊 我个人 哎 我始终认为 啊 灵魂的自由 才是真正的自由 啊 当然啊 我们这个灵魂自由的前提 哎 你看 行动得自由 啊 经济得自由 是不是啊 都把你绑起来了 你哪都去不了 啊 把你关在小黑屋里 啊 你说我这个灵魂自由 那也不太现实 是不是啊 你在自由啊 穷的都 饭都没吃了 流浪街头 哎 或许没准啊 也有人啊 觉得是自由的 但是这个东西很难说 啊 但是呢 我觉得啊 普遍的来看 行动自由 经济自由 是灵魂自由的前提 啊 但是呢 你要是反过来 啊 即便你行动自由了 经济也自由了 但是很多人的灵魂 未必就是自由的 啊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是很复杂的 啊 有人说啊 我想干嘛 就干嘛 哎 这才叫自由 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啊 我曾经说过啊 只有当你啊 想不干什么 就可以不干什么的时候 那才是一个啊 真正自由的人 啊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 这个问题 如果我想吸就吸 我想赌就赌 黄赌赌啊 我想干就干 你说我 你看多自由 这个日子过的 你看跟神仙一样 我觉得不是啊 那是你成瘾了 啊 那是病了 啊 心灵 你的灵魂病了 啊 所以说呢 我觉得啊 只有当你的内心 可以自己控制自己灵魂的时候 我想不愁就不愁 想不喝就不喝 我今天想喝就喝 不喝就不喝 这才是自由 其实啊 在我们生活中啊 很多啊 有酒瘾的 有烟瘾的 啊 或者有各种瘾的人啊 其实我觉得 内心其实都不是最自由的 啊 其实内心都被某种东西给绑架了 啊 所以说啊 最自由的就是 想不干什么 就可以不干什么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灵魂的解放 啊 一点点感悟吧 啊 跟大家共勉 好 今天呢 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寻找心中的那一点光亮 寻找心中的那一点光亮 生死两头作呀看呀 生死两头作呀看呀 亲呀中呀怎么点亮 亲呀中呀怎么点亮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寻找生命的一个方向 寻找生命的一个方向 默然回首已站在远方 默然回首已站在远方 得到失去又能怎样 又能怎样